習近平喊出2020全面脫貧 也就是中國再也沒有窮人了 但是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這個目標很有可能會跳票了 馬老師我想請教一件事 雖然說現在可能會跳票 但是在兩會的前夕 有一個非常關鍵 大家認為全中國最窮的 就是四川的懸崖村 但是就在兩會前夕 懸崖村搬家了 搬到新家 這能不能視為習近平脫貧計畫 的一個典範 我不知道您有沒有在 LINE上面看過 最近很火紅的影片 就是垂直的梯子 媽媽背著小孩子 或牽著小孩子 爬那個驚險的山梯 驚險萬狀 讓人捏一把冷汗 這麼陡峭 那個還好 你看爬梯子才 那個火紅的影片是梯子 那個就是四川梁山的懸崖村 好 這個村子 是在5月12號 到5月14號 搬家了 搬到平地了 這是他們新的地方 新的地方 裡面有沙發 有電視 有熱水器 而且不用爬天梯 最大戶行為100平方米 好 你看這爬天梯 這張還好 這是男生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已經換鋼梯了 他們以前是騰梯 小孩子 騰梯也是說木騰 騰梯 那不是很容易掉下來嗎 所以這個2016年換鋼梯 我跟大家講 它垂直800公尺 垂直800公尺 它總共要爬2556街 所以它小孩還用手提著 對 用提著 而且我告訴你 它當初你看這爬多驚險 而且我告訴你 當初它要把騰梯 換成鋼梯的時候 那小孩都有親共 沒有施工商願意去做這個事情 太危險了 因為它弄120噸的鋼 6000多個鋼管上去 結果你知道 結果住民自己自力更生 換了這個鋼梯 去爬過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恐怖 所以今天這個懸崖村 就到在兩會之前 這個搬到平地了 標誌的習近平脫貧要展開了 好 習近平脫貧 對他而言是一個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2021年 中共共產黨建黨100年 2022年中共要開20大 這兩個事情太嚴重了 習近平要交出一個成績單來 他最大的成績單就是 脫貧 要把2012年這個大陸 有9879萬的貧戶到脫貧到剩下551萬 那他現在用兩會之前用這個懸崖村就代表說 我脫貧 至少這是一個標誌 那我要跟大家講 懸崖村以前沒水 沒電 沒學校 小孩子上學下學 那都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 但是你剛剛看了 他們都弄繳集的伸手 所以學生總共歷年來 跌落死亡的剛好10個人 10個人 10個人而已 因為你看那個剛才走得多危險 小朋友都要走 婦女每個人都要走 以前是每個人願意嫁進去的 對 但是現在就是 你在平房住還有一個新問題 政府提供70%的 你還是有什麼事 你是來自一OC 你生活在櫻子 你還是需要日子